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23日 我又把这时间忘了 这是今天录制的第三个节目 和大家谈谈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一条是20大即将来临 两会即将来临 20大二中全会刚结束 那么又爆发了白纸革命和白发革命 那么习近平知道自己这十年 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 生怕受到清算 很恐慌 所以今天新华社有一条消息 不起眼 很多人都忽略了 那就是什么呢 近期高效的主要领导调整 其实这个消息是很重要的 媒体们忽略了 就是什么呢 密集调整了很多高效的一二八手 你看这个旭梅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 这个昨天讲到了 雷牙林任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党委书记 郑庆华同济大学校长 汪静松四川大学校长 李延荣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还有我们大连大连理工大学的校长也换了 就是贾振元 这个还有黄太延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丁奎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你看等等等等 为什么他担心啊 担心这个马上这个六四也快来到了 是吧 纪念日 另外现在这个民园沸腾啊 人民群众习近平非常不满 习近平心里非常知道啊 估计手下有高人指点了 习近平恐慌啊 因为最可能出事就是高校 因为高校一个是年轻人多 他们思想活跃啊 会翻墙啊 知道信息多不容易骗 第二呢 他们容易聚集起来 都在一起互相鼓励啊 这个抱团啊 这样他就胆子就就飞就敢干 是吧 你看六四不就是从北京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吧 从高校开始的吧 所以习近平打个提前链啊 把人都换了啊 尤其是换了这个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因为武汉白质革命 这个白化革命非常人非常多啊 另外大连理工大学校的 看见没有啊 你可以看着 这习近平也是精准的在预防出事 四川大学也一样啊 四川就属于这个刘七宝在这干过是吧 后来是王冬明 这都是非习家军的 习近平很警惕啊 另外上海同济大学更不用讲了 江派大本营啊 那么这是一条效应 另外今天疯狂网啊 还有海外的东网 这个也报道了 就是两个政协委员 三个人大代表 被取消了资格和辞任 和辞职的辞职的啊 就两个人 有些人事变化 我们来看看原因是什么啊 他就讲到两会开幕在即 有两名政协委员 三名人大代表 自行辞去或被取消了资格 其中呢 全国政协一号在北京召开 85次主席会议 主席团会议啊 这个主席会议啊 审议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是有关情况 这样呢就有些人呢 就撤销了自个了啊 第一个是52岁的向东 重庆石柱人 他是个少数民族的啊 他曾经担任这个 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主席 党组书记 长期在施县县工作 那么这个人辞职了 估计是因为腐败的问题 对地派嘛 孙政才的这个派系的 或者是波西来的 反正是肯定不是习家军的啊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腐败 好红圈就是我们大连政协的 党组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啊 抓他的目的 这两个目的 一个是属于共青团派的 属于李克强老曹的啊 在辽宁啊 或许和波西来也有挂阁 因为大连呢 波西来干的时间最长啊 先是市长 后是书记十年了 从上到下 这样讲吧 全是波西来的人 有一部分是文士镇的人 比较少啊 所以现在也在下纵手跟出啊 一山不农着 容二虎嘛 习近平非常担心啊 你看红二代他都不用啊 你想刘元啊 这个这个陈元 这些挺他的人啊 他都不用了 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非君莫属嘛 皇帝只能有一个啊 你看他对李小鹏他也不重用 更不用讲胡海锋了 连想都别想 他不整就不错了啊 所以这个 这都是对立派 没什么奇怪的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现在目前是确认2977名代表 资格有效 发现三人不符合基本条件 未获得确认资格啊 包括重庆政府党组成员 熊雪啊 广东 风高风华高新技术公司 总公司福振晓 还有河北的中钢集团呢 这个形态机械扎坤厂的总经理 雪林虎等等 也就是说 凡是出了事了 出事不外乎就政治的事 和这个经济的事 政治是对习近平不忠诚 这最主要的 至于说经济上呢 反正是出力也行 不出力也行 这习近平大概是这样考虑的啊 这是一条消息 另外呢 风光网啊 今天发了一条消息很诡异啊 给大家提示提示啊 因为你们没在国内的官媒工作过 可能情况不是太了解啊 就是39天 26名医院领导落马 医疗反腐来了 表面看似反腐外 实际是假内斗 我认为啊 你看他讲的2月17号 四川省德阳市纪委监察委 发布消息了啊 免筑市中医院党委书记李瑞被查了 这个他是55岁 当了11年的院长啊 还讲到了另外一些医院啊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德军也被查了 说近年来啊 就是医院领导干儿木 就出问题的非常多 有的收受了100套楼房 100个车位 总受惠是1.1亿元 这个人是云南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啊 就是这个王天朝啊 等等等等吧 还讲到了江西干南 这个医学院第三 临床医学院的院长啊 廖米等等 他就集中起来报道这些所谓的医院腐败 医院腐败这个其实也就是和中共政治体制有关 因为你想也是党的领导啊 也是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啊 院长副院长了 党委书记副书记 他们肯定手里有权自然而然就受惠吧 行贿受惠 受惠 行贿是一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回流啊 你首先得有资源 就是你先是受惠 你才能行贿 才能爬上去 你光记忆没有进账不行啊 下半人给你送了钱 你都贪了 也花不完 也买不到罐 怎么办 给上级送 寻求安全感 都是这样 成为活流了啊 所以这个也是通病啊 但他为什么集中这几个地区 我给大家提示提示啊 都是在对立派的领地 你看四川大家不用讲了 这刘七宝常在这干嘛 是吧 他搞这套东西 不断的挖 其实都是挖的对立派的底细 就刘七宝小兄弟 是吧 在干了四川病院厂 再有王冬民 王冬民也是非西家军 还有四川省其他一些 非西家军派系 他都是政治斗争 另外云南也是一样啊 云南白岸培青矿荣的人马 是吧 因为领导干嘛 都会跟医院院长 关系好 只要你在一个地方当官的话 你就不用讲话 每个地区都有医院 中医院啊 西医院 那些院长书籍 为了保住位置啊 基本上天天都往那个领导家里跑 憨不得整天都坐 那板子上来等着 是不是啊 领导咳嗽一声 马上就给你呼吸咳的 什么主任就来了 专家就来了 是吧 这都是这样 领导要是儿媳妇 要生小孩儿 那妇产科的主任就跑来了 专家都来了 没得算是吧 领导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脊椎 比如说要是扭伤了 或者是有这个腰疼 腰腿疼 这个马上 什么按摩师就来了 是吧 上个世纪 薄西来不就闹出笑话来了 他那个静嘴 他个儿高不是吧 他歪腰了 歪腰 写字啊 看文件 他那个静嘴毛病 就需要每天按摩 按摩那个大连中医院的院长 就为了霸击他 就派一个姓田的医生 就是是祖传的退拿医生 就天天给他按 谁叫谁到 但是这个薄西来他霸道 他有的时候给人叫了以后 他忘了 叫了人在走廊就等着 坐着等着 或者站着等着 这个秘书给个小板凳坐着等 有时候在等好几个小时 因为他忙嘛 比如他闲的时候 给那个随随叫来给我按摩 完了秘书吴文康就第二点跑 打电话是吧 打电话的那个院长 他不会直接给按摩室打电话 他就要给院长 院长一听啊 那一溜小跑赶快送来了 拉着来了 拉着就在等着 等着这个薄西来忙又忘了 甚至是有的时候故意显示自己全力的尊严吧 你等着吧 可牛了吧 那个人就等着 还有一次按摩的时候 按摩的时候有点紧张 按大了 就那个有点疼 他马上就火了 翻脸了 说 谁 你是不是故意整 整我 是不是余悉祥叫你整 因为他和余悉祥有矛盾 说他就怀疑是对立派让这个人来故意就是搞事啊 都搞出这种笑话 那个人 后来把那个人搞得辞职了 说那个人就不让那个人在中医院工作了 那个人后来自己开个按摩诊所啊 这都是真上世纪真的故事啊 就成了笑话 那医生姓田呢 后来自己再领钱开个小诊所 反正挣钱了 你要自己干 也不受这气 说些点话 是吧 挣一份都属于自己 也不听好了 就看你有没有拿手功夫 这个腿拿按摩 这确实是好 对健身啊 我要讲的是 就这当官都是这个德行啊 所以他为什么是搞这个 你看这个有些人看了 你像加拿大美国啊 加拿大我其实说很多老外 他都觉得不理解 他这么一个院长 怎么能有一百套房 别人给他这么大房 他不是大房权力太集中了 你像这里的院长 你说他有啥权 你就这里这个什么 这个医院那个医院 那权力制约的太厉害了 因为他这个政治制度非常完善啊 你要以牧曲私利是不可能的呀 你包括这里的 说心里话 那个医生 你哪个医生能打理 是不是 你就在想请吃饭 我没听说谁请过家庭医生 做个医生吃饭 因为打理都不打理 包括律师 人家是就按照工作 小时收费 安不上班 安不就班 你随意去搞这套东西 中共国就是这样 一切都是人情啊 这个确实是在中共国 确实你要认识人的话 你说你到了医院检查身体 你再来一躺就行了 完了都为你转 所有的设施都免费 给你检查 是吧 你在这就不行了 没有特权都要排队啊 所以他这个 打击政敌的一个案件 你不要表面看什么反腐败 说为什么习近平反腐败 反到今天越反越腐呢 就是因为他就最大的腐败分别 说他本身就腐败 他是利用腐败打击政敌 所以才把中国搞到今天这程度啊 这是一条消息消息 那么习近平现在 维护权力 这个办法很多 刚才已经讲到 就反腐败是卫义的利器啊 所以啊 这个有一个案件呢 这个我仔细想了一下啊 就我倒没有这么 爆料来源了啊 咱们不能骗读者 就是什么呢 骗观众啊 听众 就是说我认为包凡这个案子 很可能涉到王岐山了 说为什么现在在这之前 给这么大动作 整这个王岐山的嫡系啊 估计习近平很担心 因为他统治技术特别脆弱啊 党内这些人都想拥戴一个人来保党 就觉得他不合格 出于保党这个危机 就想拥戴王岐山 因为王岐山比较有这个能力啊 所以包凡这个事 我认为八成是窃视到王岐山 我们来看看今天华尔街日报啊 中文网有篇文章 讲到这个包凡啊 包凡你看长的样确实不咋地啊 你看他就长这个样子 就像这个肖建华似的啊 其貌不一样 但是这个人确实有本事 什么本事呢 就很善于经营啊 钻营啊 会做生理啊 他就讲他说 知情人是披露上月十年的中国金融家包凡 被中国大陆当局突然拒留了啊 与针对他创办投行的一位前高管的腐败有关 他说这家名为华兴资本控制有限公司啊 这个这个投行啊 2月16号披露一直无法联系到该行董事长兼这个执行官员包凡啊 据说包凡生意场上都有句话说 你要不认识包凡 你就说明你生意做的太小了 确实是这样 这肯定也是圈子里的知名人物啊 这我是不知道 我是从网上看到的啊 说这个人是挺有特点的 该公司周日在一份监管公告中说呢 已经获悉包凡正协助调查 协助调查就被抓了 突然间呢 你比如说你正在旅途自杀 马上就有人来了 说你是包凡先生吗 是啊 还准备你跟我们走一趟 说那你是谁又跟你走一趟 啪 证件给你这样的 一看中纪委的 或者国家安全部的 吓死了 你想共产党厉害就在这里 随时就可以剥夺你的自由 这一生就完了 就像我老江开了车 这要上班 我的天 突然间抓起去了 车也给我扣了 这个说心里话 这个生活整个拐了一个弯道 一下到五年龄一个月 自由没有了 再出来以后就白发藏藏 灰头涂脸 是吧 你就想想在中共国最可怕的是什么 共产党拥有随时抓你的权利 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最可怕就没有自由 对不对 所以包凡是一样 他以为有钱就能安全 其实越有权越不安全 他说涉及华信资本的钱总裁 也就是华信资本香港证券子公司董事长 崇林的案件 崇林之所以成为政府调查的目标 是他加入华信资本钱的交易有关 崇林去年9月被抓 离开了该公司 那么我要讲呢 他为什么在两会之前 他突然抓这个人 我认为八成他可能涉及到中共的高管 抓他的目的是顺藤摸瓜 打击政敌 因为他通过这个方式 可以采取一种寒蝉效应 就一抓以后 那些政敌都老实了 因为人都是这样 财大气粗 企业家 你说吴小辉 小建华 为什么敢搞金融政变 在证券的问题上 狠狠的整个细平一把 那不就因为钱太多了 是吧 你想钱到了几千亿 那个人该该多么疯狂 你说要是一个亿 我都觉得花不完 怎么花这一个亿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小建华也好 这个吴小辉也好 就是他自己也是做到这个份上吧 你就想他那个 这个吴小辉 我听说都经常去那个川普的女婿 这个库什纳 假的去玩 你想这个消息肯定就通过情报公司 汇报给习近平 习近平肯定一听气坏了 你想我应该是 库什纳应该和我交往 川普他家人也是我的家人交往才行 才平级 你算个什么毛 是吧 他肯定生气了 再加上那个股票 那时候就是形势大好的时候 连李克强都乐傻了 说是改革开放的红利啊 早了呢 股票当时不都六七千吗 是不是 这个所以那个期间 一旦就是他两个搞出这个名堂以后 西平也很神奇啊 所以最后自己就没收财产 人都关到死了 那么这次也是一样啊 这次两会之前 我估计西平可能研究了这个白纸革命和白法克 他这个统治者都是这样 尤其习近平特别自负 他不会承认是自己的失声缺失 有问题引起社会民分 他会认为什么 这是对的派挑拨的 是不是 就像这个安生这个老头老太闹 大连闹武汉闹 这习近平肯定是怀疑孙孙孙兰是吧 所以故意给孙孙兰支走了 你去参加这个会议去到欧洲 是吧 唐主事件 其实这个调查 他到底介面介入啊 就是你没有介入 也是你身边这些人 把这关于 医疗改革这事啊 透露出去了 说不愿我孙孙兰管 是习近平下的令啊 削减这个医 就医保费用 是吧 我估计这也是激怒了 就是这些辽宁啊 武汉 所以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而公安内部由于抓了 这个王大伟等厅级领导干部 他们也故意放水啊 就叫习近平难堪 各种因素搅拨在一起 所以习近平很警惕啊 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是两会前呢 已经听到风声了啊 有些人准备搞事 其中包括王岐山的体系 王岐山的人非常多呀 而且尤其是二十大习近平 把团派灭了以后 那么对立派更是没有希望了 没有出路了 就在准备最后的大决战 想搞事 习近平还害怕 干脆把包藩就抓了 那包藩抓了以后 肯定就会什么呢 深挖他的所谓这个问题 经济问题 然后呢 说你的保护三十岁 那刚开始包藩 你可以想象那么有钱 肯定很牛了 因为人都是这样 刚进去心想 我过去那些朋友 我不少帮他们 他们现在的时候 肯定会雪中送他来救我 实际上很少 大部分人都跑了 连电话都不敢接 就人是最势利 尤其在中共统治下 人都怕出事 以前的铁哥们 一吃饭都 可以这样讲 来一大批人 酒肉朋友 然后喝点小酒 吹牛皮 咱俩干胆相照 狗富贵无相忘 虽敢欺负 你哥们绝对是上 你等一出事以后 那些哥们 大部分都打到头了 我自己都谁有体会 我因为我过去也是 老爱请别人吃饭 还送东西 就比较大方 做东吧 就不像现在了 现在我这说心里话 现在脑中羞涩 都是人亲我 是吧 我也不做生意 那么他以前就不是这样 但是你一旦出了事 过去那旁 基本全跑了 包括家人 在找 打电话找人 人家都躲了 不接电话 甚至就说 哎呀 这个公安的事 咋不好办 不起来 谁敢得罪 一直咱们家里 当时想在大连 找个律师都找不到 你想 律师给钱 我们不干 谁敢得罪 博星来 这博星来 一句话 就给他一咳 就给他送监狱去了 你何况现在习近平的权利 是不是 所以他是个政治制度问题 所以本人认为包凡 这个事可不简单 本人认为 他这个案子 如同肖建华和吴小霍一样 习近平肯定是要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 人要关到死 第二 财产却强光 所以你看习近平一方面 这边正在讲 民营企业 还要保护 民营企业还可以抓住 这是什么 共产党的反动本质决定 他本来就是土匪起家的政党 他这个本质不会改变 他保持自己的权利 什么都不管 所以你可以预见到包凡 搞不好会判的相当重 而且要牵涉一些官员 审讯的时候 给没给王岐山送礼 那给王岐山 王岐山那身边人的董红 天徽宇怎么样 给没给 肯定就审发 越挖越多 然后把这些材料再拿来 习近平再找老王谈一谈 怎么样 岐山 挺好吗 最近有不少人告你 大材料往桌上这么一拍 是不是 那这个老王一看着腿都赚劲 说不过 我咱兄弟俩 毕竟都是痴情革命战友 我也不会整你 但是你这瞎本人也太不像话了 怎么还能把毛头对顺我呀 王岐山就好解释了 哎呀 习近平 别听他们挑活 咱兄弟俩是老铁 这底下是不听话 你抓该抓抓 这个咱就秉公知法 有啥事 整啥事 但是一看着大材料里面受贿 都是王岐山自己 习近平这个绝对是会玩 把王岐山整的也是痛哭流涕 说不定 就是很难讲了 他们之间这诡异的关系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因为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互相利益的什么 这个酒肉兄弟 尤其到了高层以后 这高处不胜汗的 你想想到了这个习近平这个位置上 他们哪有朋友 对不对 都是一样 他对王小红 他也不是全部信任 何况和这个陈文青 所以这个今天万维网 还有片文上就讲这个事 就讲到东厂西厂 就关于设立内务委员会的事 说要把公安部和国安部合并 同管 但是讲往正讲 他说根本没这个事 也是误传 不管传不传 肯定是习近平是既用陈文青 他也会不会全部相信 他既用王小红 他也觉得王小红低等 因为王小红把权力给了他公安部 挡着一尖条 把赵和之撤下来了 但是却发生了 这个彭仔州大敲英雄 那习近平光动一声 被打脸了 气坏了 估计把王小红叫到办公室的二脚 估计好像得逊 王小红也回头突然 你就可以想象 咱们合理推断 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不信任 他就在互相监督 多设计部门 反正国家有的是钱 这个部门 那个部门 你看现在多少部门抓人的 中纪委 监察委 公安部 公安部 还有军队里边还有的 是不是 他就证明他恐慌 因为他没啥本事 他没了应该下去 他不想下去 他就回别人垫覆他 满眼都是敌人 这将导致他越来越想 什么恢复地质 由他的儿子上来 因为只有他儿子 他放心 所以他这个和毛泽东晚年的 做牌一幕一样 于是给大家介绍最后一篇文章 今天阿波罗网站今天发表的篇文章 写得很好 他说呢 大事件 人民日报声称要改朝换代 这大家都没注意到 他说呢 这个在两会之前 中共新华社2月26号发表唱片文章 题目叫人民降散 文章7500字 其中重提毛泽东讲的共产党要换回两朝 释放出清洗的政治信号 他这篇文章讲 他说这篇文章看点之一呢 全文呢 只提起毛泽东和习近平 其中毛泽东提起一次 习近平是39次 你可以看说胜过毛泽东 另外呢 总书记提起了57次 至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全文 一字也没有点到 你看 又回到这个习近平 当时在多维网上看的文章 习近平的嫡系 鼓吹他时候的那个愿望 他说文章第二看点 是在提起毛泽东时 引用了延安整风式的讲话内容 文章先是以习近平讲话提出问题 即中共夺取政权之后 国家政权应该怎么组织 国家应该怎样治理 文章讲习近平的话语 道出先辈的甚至 就习近平现在准备开始新时代 习近平是啥东西 其实是秦始皇时代 说文章先是以习近平讲话提出问题 随即呢 文章引用毛泽东在43年8月8号 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 文章讲毛泽东提出呢 要改了 换回两 换两回朝 一个是要把办殖民地 办封建社会改成社会主义的社会 还要换一个朝 就是由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转变为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 习近平就想搞成自己 搞成帝制了 他说记者查看了毛泽东这篇讲话 内容讲啊 干的第一步是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 讲话说呢 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 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看见没有啊 说习近平为什么这一次你看公报当中讲到共同富裕吗 这下一步就没有私有财产了 全国以习近平分配了 就和北韩一样了 他说外国的帝国主义啊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机 我们就非推翻他不可 就下一步中国民进企业可能就全灭了 讲话还说要完成这两个革命 就要造成一个真正符合着四条标准的革命政党啊 这些话 清晰的说明了中共夺取政权会要干什么 而利斯已经证明中共确实怎么干 他说新华社文章最后还引用了唐代诗人猛浩然的两句诗 这个诗就讲 他说是江山留盛纪我辈福登林 并声称要谱写新的史诗 显然中共准备干什么昭然若结 我认他讲的还不明确 其实他就想不到他儿子附上来当秦儿氏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财产都空着他的儿子手里 他家族手里 然后由他的分配 你忠诚我赞成我地址 我就给你点温饱 不赞成我就狠狠的整理 所以这个所谓的新时代 昭然若结 还有更多的消息等到过一会儿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